你們在3秒內提出來 他是大部分男生的理想型喔 徐若瑄 林志玲 那我呢 偶像屎啊 林志玲 林志玲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K 今天的主講人呢 是 嗯? 請換到我的喔? 對 好 總不能在影片系列都是我在講話嗎? 我以前都是綠葉已經從頭到尾都綠到底 哪裡綠? 感覺我沒有戴帽子 我們今天想要聊的主題是 男生到底在乎女生的外表的什麼點 應該是說除了你的這個外表之外 你還在意什麼吧 好 如果你想知道 男人在意女生除了外表之外的哪些東西呢 歡迎繼續看下去 最重要的是看下去之前 也要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我看對方如果是女生啊 她除了有關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東西是 她的整個感覺 戴血 我的協調在於是說 她的穿衣 她的配色的畫面不協調的時候 我會突然覺得 哇 美感的部分 就會覺得 這個人好像怪怪的 科學的角度切入 例如就是可能把這些人放在3D圖裡面 然後看她的 就是對稱 然後比例 然後 會很直覺的在看這個東西 然後她有沒有把自己照顧好 就是她的先天可能是這樣 但是後天 對 有沒有照顧好 沒錯 我真的覺得你好難懂我 我是翻譯官嗎 剛剛那張照片 你就覺得那個胸部的比例不對 我說剛剛說的協調 基本上她就整體的畫面很乾 這個也不協調啊 這個協調也怪怪的 對啊 這個更不協調 你很挑喔 沒有 我是做這一個專業的啊 一看不協調 因為我們從事模特教學 她就會很重視這個 這個畫面都不協調 你喜歡不協調的人 這也不協調 你就喜歡那個重心在前面的 你看 我有發現重點了 但是一般男生其實是直覺性的看 哪裡 幾個局部的位置 幾個局部大 對她來講就是好 可是 因為我的男生看的是 整體 整體比例的好 沒有相信 喔真的啊 你可以看看我 喔 那我相信了 真的嗎 沒有真的 其實你剛剛給我看到幾張照片呢 我對那種胸部大一點的興趣都沒有 但我蠻大的喔 蛤 你是不是對自己有什麼誤會 欸 以我的身高跟體型來講 我不小啊 我認識你十年了 我不覺得你胸部大過 因為我不在那種 HUGE的範圍內啊 我想起來你有一個個人喜好 特別在乎女生會不會穿高跟鞋 因為平常在路上的時候我們都在觀察 很習慣的人會去看她會不會走路 她的重心 她的調整好不好 那走不好你就可以好好的教導她 不要怕笑 那有沒有什麼東西是女生如果身上有這樣子 譬如說香味嗎 或是怎麼樣做男生就會 就是大部分喔 80%的男生一看到都打瘋這樣 馬尾後頸鎖虎 就看到頸椎第七節就對了 我有兩錯是我朋友不是我 他喜歡看女生的腋下 腋下 我會看 腋下如何對不對 我會看 腋下的皮膚超難保養的 他很容易黑黑 那所以那是怎麼樣把他弄白 不要 怎麼樣讓他光滑 就是他跟你的除毛的方式 跟你的保養 因為其實腋下的保養跟身體乳是不一樣的 像有些男生他要care一下 並不是因為說腋下很好看 他們care的 有沒有味道 不是他們care的是覺得這個地方對女生講是比較私密的 對 所以當他看到這個女生比較私密的部位 他就覺得喔 我有種征服感 應該說 有幾個女生的比較那種私密的小部位其實是男生在乎的嗎 沒有啊你就會 腳跟 腳跟 你會不會在乎 會會會腳跟 所以腳跟要怎麼樣 腳脖子 我有時候care 就是腳踝的部分 這個有點十八鏡 就是說 女生的這個部位越窄 它跟身體比例是有關係 他這邊越窄 要往他越緊 這件事情 我有意見 我可以講 你想緊住這件事情 我同意 但是也不同意 所以看到女生腳踝很粗 就先打槍嗎 不是 腳踝這個 沒有到啊 真的 他不是 這個是腫 我覺得會搞混喔 大家會把腳踝的粗細 腫 或是窄 全部握在一台 這個真的可以講一集 因為腳脖子是可以變的 腳脖子如果是比較窄 通常代表這個人呢 他基本上皮膚呢 當然相對的沒有那麼緊實 因為他身體有很多地方其實是鬆懈的 但我不知道我講的緊跟 剛剛這個人講的緊應該 是 我不太確定 其實 這件事情 但是女生真的要緊 我現在是很 緊實 認真的對不對 就是緊實這件事情 比胖瘦更重要 我記得老師好像體重也不輕嘛 50多對不對 58 58 幾公分 165 好稱 不要這樣 老師的身材還是一個很緊實的狀態 但一般如果以你的身高 暴數58就覺得恐怖 我是不胖 所以其實男生對體重這件事情是在意的嗎 當然在意啊 怎麼不在意 男生對風雨兩個字的定義 跟我們女生是一樣的嗎 應該不一樣吧 風雨我覺得都是一個比較好聽的形容詞 對 對對對 應該是說 雖然他的應該說他的整個體重或體重脈很高 但是他保有他的胸部線條 會讓你看起來 你還是會覺得他性感 風雨對男生來講 就是還是會有信息引力 就會把它歸類在風雨 對啊如果你覺得他一點 那個慾望感都沒有 你會說他 喔你好風雨喔 到底男生喜歡什麼樣子的女生 但基本上不能胖 數位子都出屁號 對但是男生對於胖的定義 到底是什麼 他要在他喜歡那個肉肉的部位 他是肉肉的 喔所以是看局部 不要肉肉的地方就是 比較肉肉的 對 有沒有哪一個人 我現在講一二三 你們在三秒內 都可以立刻提出來 就是 他是大部分男生的理想型喔 許若瑄 林志玲 那我咧 那我咧 好像屎 立刻的地 但是你看你們兩個就是完全不同的類型 沒有啊 那是理想型呢 他是一個理想型 你看我不想面對現實 沒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聽起來說你的時候我覺得 我們女生其實也不用太認真聽男生講話 就是這樣 就是 其實你們在講的時候 有些時候就是 拉比賽 就是這個東西是 我想要討論嘛 就是想要拉這件事情 可是 實際上我自己 男生在講的時候 我沒有往心裡去 覺得說 喔他在講這樣是在嫌我不好 水秋啦 對但是其實男生心裡也很清楚知道 其實 自己 這個其實好像 再怎麼講都是片人的 怎麼說 你好好講 今天是這一片他知道 你決定這一片 明年續約的時候 我就拿這一片播放 因為你剛剛自然講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就是 男生這麼喜歡年輕的妹妹 對 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嗎 男生 不是 不是我要講一件事情 男生都喜歡年輕的同體 對 但是同時間又希望年輕的同體呢 他是溫柔體貼 然後他是有智慧 所以事情怎麼可能呢 所以就是你上帝 你告訴我好看 那最終的話 其實男生要的到底是什麼 舒服 相處 跟 跟 對 不是啦 其實就像你看有時候 女生是不是會覺得說 他可以帶著 帶著出場 男生也是一樣的 這個女生他可以帶著出場 就是說 你怎麼去打破這個人的 自己的矛盾 你知道嗎 我不是在講一件事情嗎 剛開始 就是說好 你為什麼我會 會跟你相處 會喜歡你 我們會結婚 一件事情就是 會先去過 問三個字 會去過濾一件事情嗎 我很正 除了正 女生 男生都希望他又有腦袋 對不對 他能夠幫你 對不對 他有經濟能夠獨立 他有工作能力 他又記得美貌 打勾 打勾 基本而已嗎 是不是 所以你已經 是不是 得勝設立主了 不 否認嗎 否認嗎 你叫否認嗎 不是 我也承認 但是這 原本不在我設定的 你知道嗎 緣分啊 對啊 這些東西 所謂的條件 大家一定都會設 我就不管男女都會設 可是在 設立這些條件之後呢 你自己要跟自己 心裡很誠實的對話 我是設這些 門檻來為難我自己 還是我知道說 這些是我的理想 可是他跟現實是有差距的 但那個差距我也可以好好的接受 因為人就是有這些夢想 才覺得比較開心嘛 你有意見你要提出 歡迎大家在留言下方 也就是提出你的各種想法 如果喜歡這樣為止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訂閱的時候 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是天天 也是 歐巴 掰掰